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的季后赛场次最少 不过下半场场均接近17分足以吹一波了 这两年米切尔真的是一道季后赛就爆发 去年和穆雷对标50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首轮第一场米切尔因为脚踝伤势缺席 然后爵士被灰熊爆冷 第二场米切尔火箭付出 然后爵士连下四成 一次翻盘机会都没给灰熊 有米切尔的爵士和没有米切尔的爵士完全是两支球队 快船今天应该深刻明白了这一点 今天的米切尔没等到下半场 上半场就爆了 第一节的米切尔九头六中得到14分 快船把祖巴茨重新排上先发 然后米切尔开场叫了戈贝尔三次挡拆 连着打了祖巴茨三次 这一幕是不是有点熟悉 没错 首轮东气棋也是这么点名祖巴茨的 米切尔就像复制粘贴一般 再次在祖巴茨的头上找到了手感 所以快船被称为是超具经验包是有理由的 去年的东气棋 穆雷 今年还是东气棋 加上今天的米切尔 共同的特点是能投 而快船祖巴茨这一点就注定被针对的很惨 第二节米切尔再次得到13分 上半场就砍下27分投进5G3分 如果加上G1下半场拿下的32分 米切尔四节比赛拿到了59分 下半场当快船落后21分时 雷吉的单节16分加上快船的联防 让比赛重返悬念 卢指导放出联防的底牌也是没办法了 下半场他们尝试过包加米切尔 但米切尔的两次出球都形成助攻 联防取得了很大效果 爵士突然之间进攻断电 而快船则是连投连进 过联防很重要的是打成反击 当你的防守端防不成 就很难找到快攻的机会 这事就需要克拉克森这种乱战高手站出来了 克拉克森不负众望上去 就是两季不讲理3分 爵士重新掌控比赛 今天的克拉克森和米切尔这两套组合拳 把快船再次打盟最终交代比赛 今天的米切尔拿到37分 过去16场季后赛米切尔拿到了11场30加 一道季后赛爆发不再是米切尔的什么秘密 现在系列赛2比0领先 米切尔即将向自己第一个西角迈进 而对于快船来说 又是一次0比2落后的局面 可爵士不是独行侠 看起来快船始终不尽西角的诅咒 又要延续一年了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